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对外面的向往 他到城市寻梦 一路坎坷 你选择的事情 选择走这路 你还得继续走下去 遍地英雄为您讲述 攀远香 返香创业 带入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 321 一般前三九 四川省宜宾市的这家牛肉店 每周只有周四一天营业 临近春节 一天就能卖掉2000多斤牛肉 攀远香和姐姐攀远英 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售卖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 而疲惫之下 总有一些小意外发生 刚才那个客户割肉的时候 不小心划过去了 这样的口长期都是 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已经习惯了 每周都要来这里卖一次牛肉 这个习惯攀远香 已经坚持了三年 牛肉直销是他长期养牛 总结出来的经验 尽管很累 但他觉得止 老顾客都知道 这个行动不便的女人 并不是屠夫 也不是牛肉经销商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养牛户 而且还有一群人 和她一起养牛 四川省平山县正值村 山清水秀 攀远香就出生在这里 这座黑娃土房 就是攀远香家的老房子 每次她来到这里 总会情不自禁地 打开儿时的会议 跟她挺有感情的 这里的记忆 是我这身中无法抹掉的 无法抹掉的回忆 是从攀远香三岁那年 所遭遇的一场意外开始的 那天父母下地干活 正在玩耍的攀远香 不慎跌入家门前的水沟里 五米多深的水沟 险些带走攀远香 幼小的生命 繁星的是攀远香的生命被挽救回来 可双腿却因为这次意外 失去了知觉 在已无法奔跑的攀远香 给父母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他们开始想办法 让这个小女儿过得舒服些 当时她缠了就做了这个框 还给她留住 就是里面被子很软和的 包了在里面她也不能动 假如家里没有人吧 就挂了在上面那个房梁上 就是那摇来摇去的 她自己就感觉得很舒服 这个镂筐曾经就是攀远香的活动范围 垫上被子很软 但对于刚刚开始认知世界的攀远香来说 还是太小了 在隔壁家那个镂筐 就这样望着 那哪天我可不可以这样爬过去 在上面看一下 你看那里的山多高 然后能看多远 镂筐里的生活一过就是四年 当攀远香自己也认为 生命会一直这样黯淡下去的时候 又一次意外发生了 一天正在做晚饭的母亲 因为临时有事 她把攀远香放在灶台前的板凳上 就出去了 没有想到 从灶台里掉出来的火心 引燃了周围的干柴 大火越烧越晚 左看看又看看这怎么回事 当时这个腿一直盘得很紧 盘得很紧 这子木就要闪下去 后来就一下子真要上来 这没有毫无意识地想 首先就想着出去 大火被及时赶来的邻居们扑灭了 险些丧命的攀远香 竟然在情急之下 意外地学会了用手走路 自己会爬之后就 马上去爬 到处去爬 我觉得那个时候想走哪里 就到哪里 开心急 走啊 那个时候就要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在那批山 我们在这边 就跑到最高的地方 马上来了 然后他那边说 听到了 七岁正是入学的年龄 学会用手走路的攀远香 成功跨入了小学的大门 尽管每天都要爬过这条河 再翻一座大山 但他并不在意 能和正常人一样上学 比什么都重要 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我考了全线第二名 几月分我没有分嘛 我就一分也得不了嘛 攀远香竟然考了全线第二名 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潘远香通过自己的拼搏 努力 坚韧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他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 潘远香家里五个孩子 他排行老三 当时家里的经济收入 并不能支撑姐弟几个 全部跨入大学校门 高中毕业后 潘远香的求学路中断了 我在想哪一天 我可不可以想这样 我自己自由地打扮 如果你说在乡里面 你一体整天都这样 挖土 浑石是泥土 你说像那些人 干干净净的一身 多漂亮 谁不像我那样的生活 那你的努力啊 你头来里面都想啊 你要怎么样的走得出去啊 两次意外 没有夺走潘远香的生命 却激发了 他超乎常人的毅力 他比常人更渴望 外面的世界 屏蔽掉家人的劝解后 一个夏日的清晨 他坐上了 开往城市的班车 然而 年轻的潘远香 却并不知道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感觉对自己的未来 有信心充满着希望 但是啊 这个现实摆在面前 钱从哪儿来 你的祝兰里 你的露宿大坚要 18岁的潘远香 第一次露宿街头 深夜的孤独与恐惧 让这个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小姑娘 从另一个角度 感受到了心里 曾无数次向往的大都市 当黎明的曙光 照在稚嫩的脸上时 潘远香明白了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他需要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桥梁 那些出去招工的 就说 有那些残疾人 可以去上班 你真的去 他会要你吗 走走走 那看你走路 这个姿势都不行 你能干什么活 就在潘远香 几乎绝望的时候 他被路边一个广告牌 吸引住了 这是一家电脑 设计学校的招生广告 我动我的大了 可以吗 改个实际 那这样不可以吗 可以 这个工作应该适合我 进去一打停 六千元的学费 就让潘远香翻难了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潘远香 在路过一扇玻璃门时 无意间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一大早 潘远香拿着仅剩下的 十几元钱买了一个盆 坐在电脑学校前 开始醒起 挂一块纸牌 其实当时这个纸牌的内容 我就在想 想求学 把自己养合 自己构思这样的内容 一天下来就是几块钱嘛 最多十块钱这样的 要来的钱 潘远香每一分都很珍惜 每天他只花一元钱 买两个烧饼 他并不知道 六千元的学费 需要多久才能凑齐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蹲在地下 在那里骑他 不小心踩到他的手 我趁趁望他一下 他就笑了 他没骂我 其实难受死了 啥没事 你说踩在你的 你的脚你的手上 你试试试怎么样子 怎么可能不疼啊 肯定不疼啊 这个人的理议 你解释首先要吧 没事没事 就是因为这个没事 有福来了 潘远香的笑容 让满怀歉意的陈彦 感到惊讶 为了表示歉意 陈彦带着潘远香 吃了一碗牛肉面 期间他了解了 潘远香的人生经历 觉得他脾气挺好 我说这个妹妹还挺好的 当时陈彦在附近 开了一家理发店 那段日子陈彦刚刚失恋 正在经历着 自己的人生低谷 对生活充满希望 和热爱的潘远香 深深触动了陈彦 她不忍心 看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在继续露宿街头 出于同情 陈彦向潘远香 发出了邀请 她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 只是后来来接我的事 就是说你去我家 我给人家 我人身低不熟的 我跟你不认识 我去你家 你会不会是那种人犯 潘远香怀疑陈彦的初衷 但她实在不想继续露宿街头 一个人在城市里的遭遇 令她感到孤立 无助 她渴望温暖 她说跟她过去的时候 就一路坐着几路车过去 哪个点就打上机号 一直在那里偷偷地 坐一下 那里求一下 接下来个标记 我还以为是怎么 我想逃出来呀 我说妹妹 没关系 我说我家就住在那 附近不远的地方 你不相信 我说你去我家 我说你去嘛 这么多人 我怎么敢把你卖了 她以为我是人犯子 到家后 潘远香就把陈彦的家 打扫得干干净净 两个人的感情 也在相处的日子里 逐渐升温 我觉得她这个人 知道我是朋友 我说我没看错人 潘远香的情怀 真诚乐观 燃起了陈彦对生活的希望 后来陈彦借给潘远香 六千元的学费 感觉有一点不相信自己 觉得因为 这个幸福来得太快了 潘远香感激突然出现在 她生活里的这个女人 没有陈彦 她很难想象 后面的人生将会如何 她很珍惜这段 来之不易的幸福 她努力学习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 完成了学习 后来潘远香 在陈彦的帮助下 先后接到了不少电脑设计的订单 甚至靠着攒下的钱 首付1.5万元 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还没有回过神来 更大的幸福来敲门了 一个男人主动向潘远香示好 谈人生 谈理想 这让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潘远香 第一次尝到了甜蜜的滋味 在没有和她玩耍朋友之前 都羡慕他们正常的 一起手拉手 然后是一个拥抱 怎么回事 然后反正做了些甜蜜的工作 心里面 痒痒痒的那种感觉 突然降临的爱情 像中大奖一般 砸中了潘远香 她感谢命运 让她的生活更加充满了希望 她第一次全身心地坠入了爱河 然而她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份甜蜜 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祝福 那个就是长得太帅了 太帅了 看那个姿势就不强 就不强真心设计的耍朋友的 她这种人就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那怎么行的 然后我们就不同意 满脑子都是爱情的潘远香 根本听不见家人的劝告 上天给了自己站起来的机会 再给一份完美的爱情 有何不可 不久潘远香怀孕了 有心爱的男人 有即将出世的宝宝 这几乎是所有女人期盼的 而她都有了 为了让未来的家更加富裕 潘远香在男友的动员下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甚至借钱和男友回到老家 养起了两千多只鸭子 为的只是让家人看到 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独立地生活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她从情感的巅峰 一步步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肚子里的孩子和陪伴在身边的男友 成了潘远香当时心里唯一的寄托 然而 心中的那份信念 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 变得支离破碎 就在孩子快要临产的时候 本来陪在身边的男友突然消失 电话也打不通了 孩子他老爸走的时候 他家里面每天就在锁子头 我这遇产期该哪天呢 这孩子他老爸会不会给我打个电话来呀 他说孩子老爸会不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就这样 这样哪有不做 不是想这个问题 潘远香有些慌了 当初家人的劝告 一次次在耳边萦绕 一次次把他的心拽到谷底 但转眼想爱人的甜蜜 希望又一次次地生气 然后每天就在那里哭 这怎么回事 哭过自己又笑 说不定哪天人就过来了 一边就这样摸着肚子 就想 要不今天晚上的孩子给出来了 怎么办 那种感觉输出的味道 绝望和希望就像一场拉锯战 在潘远香的内心痛苦地进行着 一直持续到孩子出生当天 那个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男人 依然没有出现 孩子发出第一声提哭时 潘远香落下了眼泪 孩子明亮的眼睛里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脸庞 把孩子抱在怀里的那一刻 潘远香像触电一样 他不能允许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父亲 出院后的第一天 他要求母亲和自己 一同去男友的家里走一趟 他要为孩子找回父亲 他那么又跑了吧 跑了不再 走到那家里去 没这个事 没这个事 不要打我们 我们祖宗山都没残疾人 我们这个是 怎么要你这种残疾人呢 我们丢进了那的脸 突然就眼泪回来 他决心要创业赚钱 给儿子一个充满阳光的明天 这些类似一直往肚子里面摊 你选择的事情 选择走的路 你还得继续走下去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牛肉行情走高 而本地却没有多少养牛户 他想到父母曾经有过养牛的经历 可以帮助自己 他和陈彦妹妹借来了启动资金 孤注一致的攀远乡回到农村 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之旅 这次吧 这个行业选对了 因为我当地没人养牛的 牛的价格确实很好 为了赚了钱 你总有几千块钱 父老乡去对我来看吧 哦 这个人你看 当时我们看走眼 没想到人家今天干那么的一个事情 没有哪个人的创业是轻轻松松的 潘远乡在父母的帮助下 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坚信 困了他就在牛棚里睡 饿了就掏出干粮在牛棚里吃 与牛同吃同住一年多 父母看在眼里也曾经多次偷偷落泪 因为我们好去好水来还不住人家 如果是在家爬一周的人嘛 所以我们就是只会不住人家 感到还有一点忏悔 这一次潘远乡成功了 在家人和村民的赞叹声中 他把赚来的钱一部分还债 剩下的全部再投资 潘远乡的成功感染了周围的村民 一些人开始主动找到他 希望能跟他合作 一起养牛 我自己养 我不是把我周边的人都着急起来养 我出了一半的本钱 他们出一半 把牛发给他们 我跟他收获福 把疫苗这些帮回收 赵思伟是当时第一个 找到潘远乡合作的人 如今跟着潘远乡 也养了二十多头牛 四年里 与潘远乡合作的人 达到了一百多户 我们两口是去的 当时一见 我们真的心里面都感觉得太感动了 然后那么大的规模摆在那里 真的我们总觉得 可以走这条路 这几天潘远乡的身体不大好 但是每天都坚持来牛圈看上一眼 这圈牛对他来说显得无比珍贵 乖不乖呀 听不听话 过来 潘远乡从学会靠手走路那天起 见到外面世界之后 就一直寻着希望前行 身残至尖的他 不仅自己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还带领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下一步他打算把孩子也接回来 待在自己的身边 既然没有被困难给打倒 我将就学冤枉之前 其实每个人 你去经历了 你知道自己人是有多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